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这个将会是网台联盟的时段 我们网台联盟已经享用了几天 今次的公共广播运动 大家都见过我几天 在我身左边的首先是网台联盟的Ben Sir 大家好 身我右边的是我们Hong Kong Citizen的Danny 我也是来自Hong Citizen的主持Yuji 是有一次参与今次的公共广播的 好 大家好 我是RTV的节目主持和频道Jackie 林浩特 我们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的尊严 Dickson 这位是 今晚公民广场的广播 来到今晚已经是第五晚了 如果是民间电台RTV的接力业报是第五晚 计算之前DBC的应该是第八晚了 已经超过一个礼拜了 已经 谢谢大家 因为其实最重要的 其实每一场的社会动员 公众的动员来说 最重要的其实并不是说 坐在台上或者站在台上去说话的人 而是说最重要的是每一位来到去参与的朋友 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无论我们 无论台前幕后的人 到底怎样努力 怎样去付出都好 没有你们的支持 整个社会动员的一个议题的关注 是不会成事的 在这里再一次给大家一点掌声 好不好 在这里我想请问新界的Ben Sir 可否介绍一下网台和网台联盟的发展 我们经常说网络电台 究竟是怎样的 为什么呢 其实DBC就是数码广播 经大气电波 但是其实它是刚刚开始了 没多久 但是现在就借了 但是我们的网台其实做了很久 其实由电脑开始叫普及 就已经 已经 网络开始叫做 多人用了的时候 其实没有欢频就已经有网台 但是早期有些已经整理了 当然 其实网台很容易可以搞的 一般市民都可以很容易做到 一个民间容易可以发声的一个平台 我自己就已经搞了好几年了 用不同模式的都做过 今天呢 撑自由 撑香港 我们当然走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搞网台的人 基本上就是想 在民间的情况之下 发出自己的声音 跟传统的传媒 电子媒体 是有所分别的 所以我们一直都是想 有自己发声的平台 这个是我们最重点的重点 而在 为什么会有网台联盟呢 其实就是因为在五区公投的时候 看到那些电子传媒 传统传媒 都冷处理 因为大家看不到究竟在五区公投 一些社会运动等等的 现场的情况 所以呢 我们呢 就联合了好几个网台 一起呢 就在社运活动啊 五区公投等等的集会的时候呢 就做网络上的直播 有video有audio的 所以才会搞一个网台联盟出来 而网台联盟呢 现在依然是有几个网台 是一起的 那在可能的情况之下 因为我们绝大部分 都是业余的 无论是做主持 还是我们出来 跟进社会运动的时候 都是 那我们我想 不止业余的就是义工 贴钱的业余义工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大部分的网台呢 不要说大部分 根本上是所有的网台呢 根本上就是没有一个可以赚钱的 就算它有商业模式的都好呢 它都是亏钱的 而绝大部分的呢 都是自负盈亏 是负是负款的负 自己负债累累的负 那其实我们认识的网台里面呢 有些已经顶不住 其实自己继续了 不需要直接太压眼继续了 因为差不多 如果说的 我认为网台来说 比较出名些呢 不算还在那里呢 就是说一些消失了 我想其中一个比较出名些 应该是Green Radio 青台 是吧 这个是其中一个 也都 无论什么方法都好 因为始终有一样的就是 网上电台呢 技术上呢 只要你比较熟悉电脑的呢 都很容易可以开到 但是认识到网台的朋友呢 其实就不多的 就是在香港的市民里面呢 可以这么说 普遍都不认识什么叫网台 很多人是没有接触过网台的 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怎样才能听到呢 是不是一定要开电脑呢 这样 其实今时今日呢 这些智能手机那么厉害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apps呢 都已经收到网上电台的 其实不难找的 你去到app store那里搜索 网台那样 或者是搜索 led video 之类的字眼呢 就已经很多台给你选了 甚至未必一定是香港的 很多其他海外的 甚至其他华人地区的呢 都会说回一些节目 在网上播放出来 直播也好 下载也好 其实都很多人听 那也都很多 很多时呢 就出海外就转内销 很多呢 譬如海外的听众呢 听到 即是很想接收香港的消息呢 就唯有是靠网台 因为呢 我们香港主流的那些传媒 电子传媒呢 很多东西都不讲的 但是因为我们在网台 有个好处就是呢 我们是不需要受任何规估 我们不用等法拍 甚至真的可以这样说 很多台呢 粗口都照说 因为我们不能监管它 但是也不能被他们监管 其实 如果是 我想网台 Yuji Ben Sir 或者你们都是 声音为主 或者今时今日普遍的网台 是吧 是啊 因为其实 我一向都不出镜 其实呢 在我们上一部分的节目 说的是 Mo哥 和Ben Sir 说的是 Our TV 其实是 目前香港 算是比较少数 以影像媒体 作为一个制作的网络 一个网台 其实如果你说 说网台来说 那个 我想现在在香港 就是有一个说法 我想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就是现在在一个 粒粒乱的香港里面 其实网台 我会觉得是一个 都相当之重要的 一个 资讯传递的平台 你怎么看呢 我自己是六七年前 即是十四岁的时候 就开始在搞网台 相对来说 我觉得是很自由的 因为你在网上 你喜欢讲什么话题 喜欢怎么样 都可以的 但我知道去年 去年 区议会的选举的时候 选管会 是开始想规管网台 尤其是当时 选管会的主席 大法官的冯华 来制定一个指引 去到这个时候 网台其实面对 规管的内容是什么呢 而政府亦都想 如何去到监管 一直没有监管的空间 我试试回答 其实一直以来 在不同的法例里面 政府都想 钳制 网台 这些平台的 发声 那个情况 你说选管会 对上那年 入这些新的 规管网台的 提案呢 那当然最后就做不成了 因为他的那些咨询会 就被人玩到死了 譬如问他 如果我的网台节目 我不放在网站上 我只是上YouTube 那你是不是告 这个YouTube公司呢 他在美国 因为Google 集团旗下 那问了很久之后 他搞不定 不知怎样告 如果只要我们网台 所有的节目 我们全部不放在香港伺服器 放在美国 放在俄罗斯 那他是不是将去告呢 甚至乎他可能要告Facebook 当我们把节目 把视像的 檔案 放在Facebook 甚至乎 甚至乎 当时我提出过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就说放在美国 Ben Sir 我当时提出过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伺服器 我是放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有帮交的巴拿马 你怎样告呢 其实放在美国都应该告 我会 你如果放在巴拿马的话 就连个刑事检控权都没有 直接动都动不了 其实都不用那么远 台湾都应该不行的 你已经 哈哈哈 除了选管会搞过之外 其实过往那几年 无论是版权条例 這個之前經常說的二次創作惡搞那件事 其實是不斷在網絡上想牽制一些聲音 另外亦都有譬如《淫審條例》 即是你們聽得多《明光社》說的那些 那你就會知道 它就什麼方法都說 令到你性興奮 然後你最好就什麼都不要出 如果你說這件事是要邀請你出來的 如果你說這件事的話 打針吧 剛剛最新的那件事 要56k 其實網台來說 剛才Ben Sir或者Yuzi都說了很多 一些譬如政府的一些鉗制的手段 或者我姑且就近一點 講一些 即是我做一個網絡媒體和傳統媒體的 資訊流動的一個比較 給大家了解一下 我就講DBC為例 DBC事件 DBC事件 無線報 星期六晚幾多人 100人 星期日晚報幾多人 幾十 東方日報 星期日那天出街說星期六有幾多人 100都是 是沒有報人數的 但是問題是 透過網絡的平台 網上的資訊 其實網台是作為一個 所謂的訊息傳遞 所以說 其實在現在這個納納亂的香港裏面 才是真真正正可以 給市民 大眾 清楚知道真相 另外一個 舉個例子 我自己 親身參與的兩個社會議題 一個尖沙咀碼頭巴士總站 我想問一問在場的朋友 有幾多人到這一刻都還不知道 原來政府曾經提出過計劃 要把尖沙咀碼頭巴士總站拆掉 可不可以舉手 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 舉手 不知道政府想拆尖沙咀碼頭的 舉手 下面有成半人 竟然 但是說這個計劃 我不說遠 我不說遠到2002年 有一個rough idea 出來了 政府真正的action 就是2007年 玩了五年有多 我自己親身參與 去爭取保留巴士總站 已經接近四年 但是說的 就是因為 傳統的傳媒 沒有見你去衝 沒有叫你去睡街 沒有見你去絕食 絕食都不報了 現在 完全沒有報 甚至乎說的 我數過 由2008年開始 整個運動 到 政府是在今年的8月8日 宣告撤回的拆站計劃 我不計8月9日出街的報紙 數了四年裏面 只有30篇不夠的報道 不知道是不是很正常 另外一個 一個例子 我和YOUJI 一起有份去打仗的 第三條跑道 第三條跑道 我又想問一問在座 有幾多的市民朋友 你們是會知道 第三條跑道有一個安全風險 就是飛機會撞大巫山 可不可以舉手 不知道會有機會撞大巫山 他就差不多大半 差不多全台舉手 怎麼搞 但在說 傳統媒體 他就將第三條跑道 那個反對聲音 就局限於在環保 中華白海豚的問題 被人會覺得什麼 都是你們這幫環保 環保 什麼環保 塔你們這幫 阻礙香港人賺食 好心你們就收聲 是不是得到這樣的訊息 這個就是 目前現在 香港的傳媒生態之下 一般公眾 會收到很多的社會議題 是收到一些錯誤的訊息 而網絡傳媒 網台來說 它就是一個這樣的空間 透過互聯網 去傳遞開去 我很快 不時說得很詳細說話 我很快有一件事 其實為什麼香港人 不是很習慣上網 留意新聞訊息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呢 通常見到政府廣告 關於互聯網都是說什麼 小心被人騙錢 小心被人騙財騙色 網上很多陷阱 再不是就去說什麼 這些傳來傳去 是不是真的 最流行說什麼高登 高登那些騙人 是不是有一種有意無意底下 其實政府是和市民洗腦 不用叫黃之鋒出來反洗腦 其實政府和大家洗腦 洗了很多年 就是在說一件事 網絡的東西 不可信 你們不要去信 但問題 反過來 我亦都不是叫大家去盡信 因為事實上亦都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有個網上術語 經常說什麼 中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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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發覺傳傳一下 那件事才知道 原來是流行的 成片東西 好像是真的 例如之前WhatsApp 說的士被人打劍 被人強姦 原來警方說 根本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 可能警方說謊 我不知道 因為其實最重要的 就是 所謂的政府很怕 很怕市民有一件事 就叫做獨立思考 在網上的網台 或者網上的新聞資訊的傳遞裏 在這個過程裏 其實是需要一件事 就叫做一個判斷力 但問題是 政府不教你要有判斷力 但不斷同時間 所謂傳媒 傳統的傳媒 被收編之下 不斷只是被一些所謂叫做 不是真相 或者只是真相的一小部分的時候 全香港人 那就被蒙騙 甚至乎 我再曬上一點 很快很快 高鐵 669億 不好意思 反高鐵的時候 我想在場應該也有不少人 應該是 沒有理過反高鐵運動 是不是 小弟就和一班朋友有份 玩了一樣東西 做了一個實驗 就在今年1月8號 蘋果日報出了街 高鐵 讓我們做了試驗 都是快 直通車 十分鐘 問你死了沒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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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樣東西可以很清楚 剛才說了這麼多 好像我在這裏 曬命那樣 不是 不要誤會 我是要在這裏 藉著這個機會 我見今晚都有這麼多市民在裏 我覺得是應該我們 幾個網台的人都在這裏的時候 應該是藉著這個機會 去給各位市民清楚知道 一件事就是說 在現在香港的時勢 其實是很需要 除了留意傳統傳媒的報導之外 更加是需要 是去透過其他可行的渠道 去留意著香港到底發生著什麼事 還有其實我們網台 一直都沒有資源的 剛才我提過 就是我們都是付費 自付 自己掩錢 就是想多些訊息 在網絡上發放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真的自己掩錢 出了汗 甚至出了血 可以這樣說 譬如好像現在 有些朋友可能在網絡上 在看著我們 其實就是TV 透過網絡直播 無論是器材上等等 人手上 其實都需要資源 我們也試過在五區公投的時候 或者六四晚會的時候 是做全程的網絡上直播 甚至聯絡了十幾二十個台 一起去播 其實那些行為 可以這樣說 是自討苦吃的 非常之辛苦 但是我們也覺得值得 因為我們很想把 傳統傳媒或者電子傳媒 不是好做 或者做得很少的部分 因為他們通常很多時候 都是斷章取義 一單可能五六個小時的社會運動 可能報了兩分半鐘 然後就是 那兩分半鐘有衝突 其他那四個小時五個小時 沒有發生過的 他們完全不會出 但是我們當時可以做的方法 就是我們在現場 由頭到尾 盡可能 憑我們僅餘的資源 僅餘的力量 一直直播下去 希望可以 給所有市民 有機會 接觸得到 還有 那些始終是一個紀錄 其實任何人都可以隨時 上網絡 或者現在Youtube 最方便 搜尋出來 其實有很多時候 那些片 是在那裡的 還有其實 在座也好 或者在網絡上 聽到的朋友也好 其實你可以自己做 現在也簡單了很多 拿自然手機 就算拍下影片 上Youtube 某程度上 你都已經是選了網台 如果用之前馮華的想法 然後被我們打倒了 所以其實 除了大家可以留意多些網台 或者你甚至自己搞網台 其實我們很需要 就是大家 推廣一下 告訴別人 原來 除了傳統傳媒 除了電子傳媒的資訊之外 網台和其他網絡平台的資訊 是會更加豐富 當然 當然 剛才所說的 不可以所有的事都盡信 因為我們有時候都會中伏 其實想說一件事 除了之前說 叫你們多點去留意 網上電台 甚至是一些 不要說網上電台 一些網上的消息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 好像這次這樣的集會 DBC 這次這樣的集會 其實都是經過網絡 去通知 社會各界去做這件事 我們這次的網絡很成功 就是靠我剛才說YouTube網台 令到黃楚彪那句 中聯辦好反感 公諸於世 各位打開電視 有沒有聽過這句說話 TVB新聞 我看了三天 我等了三天 是沒有的 好 ATV 沒有提過有錄音 這個keyword出現 報紙 即是蘋果日報 才講過 有錄音這回事 不是明報也有的 是明報也有 是明報也有 原來我們想知道 中聯辦好反感 這六個字 除了看蘋果 明報一個簡短的報道之外 原來整個錄音內容 是要上網 是要看回網上新聞的媒體 例如主場新聞 婦人媒體 或者上網台 看YouTube才知道 這個就是現在香港的言論空間 所以也是網台的存在價值 因為其實 講來講去 我們幾個台上 幾個明不經轉的二打六 講來講去 我不知道有沒有些人 會在想 超 你幾條的二打六 現在都在搏出名 但問題是 如果是這樣想的 真的不能太說 但最重要的是 其實可以看到 剛才我們舉了很多個例子 都可以說 會有一個分野 就是 新聞資訊的傳遞 在過去這幾年 我想特別 我自己來講 會覺得 其實是 從2007、2008年開始 已經是 有一個逐步的 傳媒人行內 他來講叫做 被修編 不是自我閹割嗎 這幾個新 新定義 自我閹割 這個 這個 我們要去英國 去英國這個牛津大學 找林瑞倫 問一問 才知道這個動作 到底應該怎麼做 對不對 這件事 也很過癮 香港人還有一個雜性 就是 所謂叫政治潔癖 有沒有留意到 我不知道你們 我這些中坑 是很過癮的 不要以為我很年輕 我已經一把年多 雖然台上 我不是最老 哈哈哈哈 我講 但是 香港人 會覺得 會建基於 一種網絡資訊 信不過 再加上 一種政治潔癖的 那種心態思維 就很自然 會有一種 抗拒 有一種 排斥 這件事 其實 會不會是說 就是 透過網絡 那個資訊傳遞 會造成一個障礙 呢 我反而會這樣想 不知道大家 上幾位同不同 就是 我們都 就是說 不要去想 到底說 其他人會 怎樣去看 這個動作 我覺得最重要是 怎樣都 將這些消息 將這些訊息 傳遞開去 那 今天我們最主要 就是因為DBC的事件 那我們其實都很 作為網台的一份子 其實我們很擔心 因為 今天DBC有這樣的效果 很可能下一個 到我們的網台 尤其是我們那些 沒有資源 沒有人手那些 可能他不搞我們都自己想的 情況之下 如果他再搞你 那就更加大鑊 還有其實呢 我們有些網台 某些程度上 都已經受到一些程度的壓力 在不同的方法裏面 其實我們有些朋友 都已經是有一些 在這裡不方便說的一些問題 但是呢 可以這樣說 如果 如果 有朝一日 連網絡上的資訊都出不了的話 那 香港就真的 拜拜 所以呢 其實呢 網絡世界也好 是要建設一些傳媒朋友 都好呢 我相信呢 是要我們大家一齊 去守衛我們的言論自由 不單止 DBC這件事 其他的電子傳媒 甚至網台 甚至Facebook 你所說的一言一語 都是應該受到保障 不應該被中聯辦去褫奪的 所以我想在節目休息之前 我想在節目休息之前呢 提醒大家就是 剛才說 網絡組自由 還可以傳很多東西 亦都有擔心網絡中 有一天可能會 好像中國大陸那樣被封閉 我想提醒一件事就是 曾經 曾幾何時 一兩年前的時候呢 梁美芬 說黃成節等等 這些關於併光石人物 因為說要保護兒童 阻止色情資訊 是想強制香港的電腦 安裝網絡審查 就像中國大陸的六霸一樣 那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我們繼續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做網台的一些 心聲和一些經驗 稍後見 回到現在網台聯盟 接歷時段第二的部分 繼續有我身旁的 Ben Sir的網台聯盟 有Danny 有Dixon 還有Jacky 在中間 上一次我們分享了很多 我們透過網絡平台 和傳統媒體之間 在新聞訊息的接收方面 那個落差 是不是 喂 近期 這幾天 最爆的 怎麼算 都應該是陳佐爾了吧 拿回老平天野出來說 嘩 還要這樣 喂 會不會算有少少少上綱上線呢 Danny 喂 你拿我來說 我真的不知道剛剛 應不應該去 他把我 擠進這個位置 我擺明 他說 他說完這件事 這件事我有份做的 其實 如果你說 這件事的落差 老平這樣說 我想看報紙 就一定說 老平 對 陳佐爾 對 不要出那麼多聲 然後解放軍出來剿滅你 但是其實如果在網上 拿到的那個訊息又會怎樣呢 我昨晚收到一個消息 在網上開始有報導 就是說 中央電視台報導 就是解放軍在香港的新界北 進行演習 竟然操兵 那裡好像是大龍 在新界北 那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看電視 沒有報導 我沒見過 我告訴你 是香港電台 昨晚在凌晨 凌時 凌晨凌時 以網絡方式 即即時新聞 就說 中央電視台報導 原來 看傳統的媒體 又是不知道 甚至乎解放軍 根本沒有通知他 沒有預期一份 其實 其實我知道 你怎麼知道 我知道 在網上看到 那些人傳的圖片給我看 你幾個小時知道 應該3點 4點 半夜3點4 在下午 下午 這個就是 說 你透過網絡 拿到新聞資訊 的時間落差 對 那不用等到 6點半新聞才能看 ,我們3點 4點 已經知道 6點半新聞 是說甚麼 還有我們 我們現在 我們在網上 言論都開始受到打壓 尤其是我們香港人不是中國人 我只是說他這樣 我又沒有說你不是中國人 我說我不是中國人 劉武雄立刻說要恥斷我的中國國籍 我真的讓他恥斷 我不敢代表你們這麼多人 我只是代表我 中國國籍跌在地上 我不會走 我免得忽略身 最大的問題是 陳佐義竟然敢對我說斷水斷糧 這個才是大問題 因為他一說了水 我就想想 我們四川地震的時候 曾藥權無故地說了我們香港人一百億 我想問一件事 陳佐義說我們血龍於水是同胞 為何要餓死我們 為何要斷水斷糧我想知道 為何要斷水斷糧去要脅我們 他說血龍於水 其實兩個人很矛負 不他其實是想你喝血 魚無喝血便有 喂 即 是有一件事很坦白 很坦白 如果有讀過中國歷史 有讀過近代史的都知道 解放軍第一 是遞屬於國家還是遞屬於黨的 黨指揮槍 有句說話叫做 解放軍從來 他知炮 他知槍 我都不用說 所以叫槍口對外 還是槍口對來 大家見到解放軍演習就知道 一個城市的軍隊 是保護他的城市 現在是用來殲滅這個城市裏面的人 這樣就叫做 人民解放軍 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剛才說回 幾年前四川地震 曾蔭權無端端捐了我們香港人 100億 我不敢代表這麼多位 但我計算那條數 100億除了700萬 是一千四百二十八 就麻煩 28元我給他 麻煩陳左耳給我一千四元 我再說 叫他賠水 不要再跟他賠水 賠水 我一家四口 先說明 你可以看到 網絡 再一次 在一個網絡 和傳統傳媒 會出來那個觀點角度 那個落差 我自己就沒有讀過新聞系 不過這幾年都 跟不少的 從事傳媒 新聞工作者 一些傳媒級 交流都叫偷到些詩 最簡單的一個道理 有一句俗語叫做 一個同餅有兩面 對不對 我沒有說錯這個俗語 你到底從一個什麼的角度去看呢 陳左耳說斷水斷糧 在說的是嚇你 是不是 但一個同餅有兩面 我反轉另一面去看 東江水的買水價 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政府買水價是300倍 還要說 網上就說一句話 我多給300倍價錢 你給屎水我喝 三年是用了112億 去買東江水倒下去 還要是說 每一年的使用量 其實不超過40% 但在說 28億裡面 麻煩 付屁 你用不完 你的錢 錢 我就要照收 那如果照這樣算 按照陳左耳的道理 喂 去年那28億 是不是應該先行回水呢 如果你說到這麼 黃恩浩瀚的話 這個就是 你在說 你看報紙 你看明報好 你看東方好 你是會被它嚇倒 因為它不會跟你說 因為它不會跟你說 東江水是真金白銀買 五峰行的芝拿豬 都是真金白銀買 但是你看報紙 你就會覺得 維園阿伯那種思維 黃恩浩瀚 感謝聖上 你就要買它怕 但是 這個也可以說 現在 你接收 傳媒資訊 會不會有 那個態度 或者 那個 觀點的差異 補充一句 剛剛開發了 大陸是有炭醉牛的 但是 剛剛五峰行 亦都加了牛肉的價錢 這些 網上 網上 我這樣叫 我這樣說 Yuji 我們比較 多話說 比較多話 我想算不算 我想 綜合來講 網上傳媒 網上媒體 和傳統媒體 在新聞資訊的傳遞方面 我想 那個差別 除了是那個角度 時間性之外 我想到這兩樣東西 你還想到哪些 網上媒體 如果我想到的 可能是技術上 媒體是比較多 不一定說 例如你6點半新聞 7點鐘高清台新聞 9點10點新聞 提到11點 要限時限刻 例如昨天 3、4點 沒有電視台播放新聞 除了83個 重播新聞台之外 你已經可以知道 原來解放軍 在操兵 如何對付香港人 甚至乎 網上媒體 它最好就是 它未必會受 某些資本操控 變成它的言論空間 亦都可以提升 如果比我 我還要說 解放軍操兵 會不會和這裏有關 我過去幾天 經常說 我們今天公共廣播 反國教 是一個歷史創舉 因為我們每晚 做一萬人 坐四條行車線 幾萬人 香港警方 對付不了我們 當時真的沒有我們辦法 因為警察人手 加起來 只有三萬多 這裏一萬二萬 五萬十萬 你怎麼對付我 但很可能 如果我是主持 我就會說 會不會預備定 香港中一天 出動的防暴隊 就是昨天解放軍做的事呢 只有他才能有能力 對付這裏這麼多群眾 對付我 還有很簡單的事 就是說 我們那個專頁 很多時都有一些 叫做大陸人 在香港 真是放金 柯市柯寮的圖片 這些也是 傳統媒體 又是不會報的 你無線的 你看不到的 或者其實你在無線 或者新聞 即是 無紙上的新聞 就永遠叫你 誒 他們 那個 知識水味是這樣的 你給他多 我加多句 我加多句 講起五風行牛肉 傳統媒體有沒有告訴你 五風行在九七前 可以為香港供應廉價的飯菜食物 讓大家覺得祖國好 香港好 現在身為國企的五風行 搶回香港人錢 主流傳媒有沒有說 有沒有說東方想要上市 拿你的錢 給他上市 賣水回給你 沒有 越海集團 越海集團上市 沒錯 這些也是我們在網上 看到的資訊 這些完全 你報紙 或者無線新聞 那些全部是沒有報過的 我們知道 是真的在網上看到的 那今天講回一些近一點 那譬如今早早 劉南剛那件事 就是說他已經絕食了那麼多天 不舒服 最後要去了醫院 但是除了一些很輕微的報道之外 我今天一直留意傳媒 其實是沒有怎樣做過任何報道 我不是坐上這個台 幫忙大會呼籲過兩人 我是不知道劉南剛絕食了多少小時 因為我看完報紙是蒙的 電視是不說的 不知道有人在絕食的 原來是看電視是 是 公平一點說 蘋果日報有什麼 是有寫出來的 小時一定是不可以 像我們網上媒體這樣更新 對嗎 因為他在說 蘋果是11點半截稿 接著是12點 大概是12點3到開機 接著通常 如果你有上網 你有用Facebook 你大概12點9 12點10 你就會見到 明天的頭條是什麼 甚至網日報要用他的Fan Page 做網上媒體 做即時新聞 你想想現在 報紙要用網上媒體 原來是要 其實如果你說 說到劉南剛 我想我們五個應該 在這裡做一個動作 我們向劉南剛致敬 我們也都要同時間 希望光仔 頂著我們 無論在廣場好 在網絡平台好 正在看的 我們說一句 劉南剛 我們支持你 劉南剛 我們支持你 好 那我順便說一說 劉南剛的情況 好 劉南剛 就今早 他九點鐘 就進了去 這個事務委員會 那裡 就聽他們 和蘇錦良 他們的 今天的會議 劉南剛頂到十點半的時候 聽到蘇錦良 說廢話 劉南剛就很生氣 立即想飆起來 誰知道一起來呢 他就立即頭暈 因為他阿高很嚴重 那大家就很擔心 他就叫 接著叫白車 叫白車 叫他進醫院 那他進了醫院的時候 他現在在醫院 他說他 是繼續絕食下去 直到現在 是已經超過一百四十幾個小時 他雖然人不在這裡 但他在醫院是正在絕食的 還有 我們都很放心 因為在醫院 已經是有醫生 有護士在那裡看著他 所以 我們都是放心很多的 他是聽著我們說話的 他是有個訴求 他是希望政府有人出來 是跟我們見面 是說清楚這件事 如果不是 他繼續絕食下去的 好 多謝了 坦Sir 不過呢 我要態度交給你 光仔不是不在這裡 他是不在現場 他真是錯 即是有一件事 如果你說說說 劉南光 或者整個DBC事件 我會有一個評論 各位傳媒的老闆 他朝軍體也相同 共產黨最厲害是什麼 大家知道嗎 知道嗎 大家 是一件事 紙巾 紙巾 用完之後怎樣 今天用完你 原志偉 今天利用完你 張健波 今天利用完你 不知道誰 何柱國 搞定香港的傳媒 搞定香港的傳媒 很多時候 前線記者 受到很多不公義的對待 最近期最出名的應該是 《蘋果日報》 有哪個老闆跟你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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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你們的筆 現在都不是筆 現在你們的keyboard 你們的相機 做了出來的是什麼 難道真的會覺得 為了賺食 只能夠這樣來做 講了那麼多 傳統傳媒 網上傳媒 我想今晚應該來說 我們都很希望帶出一個訊息 希望呼籲更加多的市民 陸續去認識 網上 我們網台 劉志 沒錯 沒有聲音 Ben Sir 網台 還有很多網絡上的平台 都有很多資訊 大家可以主動去搜羅 不要單純過往的傳統媒 其實大家最重要的是 快點沒有Facebook 開回我Facebook的軟件 你就可以收到很多 你看不到 在電視機看不到 在收音機聽不到的資訊 你看到報紙看不到的真相 這是一個相當之重要 是吧 是吧 我也有一件事要聽聽 聽傳媒說 就是 用回吳慧蘭老師那句 吳慧蘭老師就說 做老師要憑良心 傳媒 都應該要憑良心 拿回你們的尊嚴 你們現在根本是沒有專業 你上到大陸被人打 在香港被人夾 你還做甚麼傳媒 你不如走去 真的真的代價拍車 我覺得 沒有那麼風險高 其實呢 可以說回我們 TV和網台聯盟 辛苦了五晚了 大家都 無心努力了 Yoshi 會不會有沉痛的決定 要宣佈嗎 Jacky 其實都不算沉痛的 我會覺得是公民社會 或者是 所謂叫 信息傳遞 就沒有說 到底哪一個 所謂叫做 哪一個是主 哪一個是父 因為說 我們不是活在明朝 清朝 那些說 維園阿伯呀 那些禍港力 那些最喜歡的思維 就是甚麼呢 君要神死 神起可不死 不死者的思維 不忠 我們沒有這些思維 現代文明的公民社會 就是全民的參與 每天都可以參與 我們 RTV和網台聯盟 辛苦了那麼多日 我們在這裏 就真的要撤退了 我自己在這裏都坐了三天 現在是最後一個section 那 其實 講起撤退這件事 我自己就覺得很可惜 我不想說甚麼 沉痛的宣佈 又不想說 喊為怎樣 但是 亦都希望就是說 我們已經完成了這個接力 之後我們會交給大聯盟 所謂支持香港 支持自由 希望可以更加多人去參與 因為民間電台也好 我們也好 其實已經可以說是支持了 一定很辛苦的時間 好像RTV好 民間電台好 網台聯盟好 甚至我Hong Kong Citizen也好 大家 叫做 很開心地過了這幾天 好多謝大家 在這幾晚 有來的好 沒有來的好 甚至在網上看我們的都好 其實好多謝你們的支持 好多謝你們的鼓勵 這個是 你們的支持 是你們的鼓勵 是令到我們 在網上 繼續做我們的事 繼續為 不要說為你們去發聲 為我自己去發聲 其實好多謝大家 謝謝 我們在我本台收到很多聽眾的查詢 就問為何大家要離開 因為我們其實 今天下午已經定了 場會交給大聯盟 看看Jacky可否解釋一下大家的原因 其實我想在整個 由DBC運動的開始來講 或者在那個接的延續性來講 我想在立場上 或者是說在那個目標上 公民社會就是這樣 大家可以有不同 大家會有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做事目標 所謂和而不同 或者同而不和來講的話 我們選擇的是和而不同 每一個組織 每一個群體來講的話 在整個運動的過程裏面 會有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目標 以我自己為例 剛才我講過的 我參與過的兩個社會議題 一個尖沙咀碼頭巴士總集 一個第三條跑道 我自己的目標是 我要將這件事 是徹底去解決它 所謂一些的個人榮譽 真的放在一旁 所以 到今天 我想在場 我想 除了認識了我很久的朋友 我想在場沒有多少個人 會真的還記得我的名字 但不要緊 最重要 我會覺得是 公民社會全民參與 這個 就讓到 一流到一個空間 給大家去發揮 其實因為 網台的資源 真是很有限 其實經過這麼多日之後 其實 有些朋友 例如TV 這麼多日 都在直播的情況之下 其實已經是很消耗了 他們的資源 和人力 也都 作為主持 那我就昨晚來過 今天再來 但其實 要準備做不同的節目 以及其實 自己本身 都是在業餘的情況之下 自己又有自己有網台的事情 要處理 自己的節目要處理 所以其實在一個資源上 也是很辛苦的 而 由現在開始 接著就會由大聯盟去做 統籌 我們網台 都會繼續在網絡上的平台 繼續去關注和去報導 說回DBC 其實整件事 無論如何 因為 和言論自由有關 所以我們網台界的朋友 都很關注 因為我們其實就是 因為要發聲 因為要有言論自由 所以才去搞網台 所以 未來的日子 我們會在網絡上 用其他不同的方法 是繼續關注 和言論自由有關的項目的 即是我們 即是我們 縱使未必會 暫時 短期內 未必會再在這裏出現 但不代表著 我們不關注DBC的事件 我們不代表著 我們不關注香港的言論自由 但我們仍然會繼續 透過我們的能力範圍 透過我們在運用的平台 去繼續去捍衛香港的言論自由 和新聞自由 來到節目最後的時間 我很希望大家記得 我們這場公共果報運動 是要持續到 由我們一開始都是說 是要持續到政府介入DBC服務 即是像長毛所說 一個公共服務 當它出現問題的時候 政府是不可以走了去 不可以派卡片 不可以就這樣握手就算 或者是要持續到立法會 立案調查為止 在節目最後的時間 我有一個大會呼籲 想交給Danny 其實大會呼籲 就是因為大班那邊 有一個訴訟基金 其實我很希望大家 即是出少少錢 多好少好都 進去你的支票 寫去周啟邦律師事務所 地址就是中環得庫道中 71號永安大廈 維安集團大廈23樓 維安集團大廈23樓 亦都可以將你的錢 入到恆生恆狼的戶口 電話號碼是280-441-940-001 在這裡真的到最後節目的尾聲 我們再一次多謝各位市民 即使大班想法 嬌仔 他們未必在台上 你們仍然在這裡支持著我們 一群直直無名的人 在這裡默默耕耘 亦都在這裡 再一次呼籲 為了要捍衛言論自由 為了要令到DBC能夠重新的 透過數碼廣播 我們要奮力去抗爭到底 我們支持DBC的波波 好 嬌仔 再一次的 多謝大家 多謝 多謝 多謝